明世在行感恩记上线啦 新年好礼订阅就抽 嗯那到底要怎么抽奖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一起说 丰富大奖周周抽 详细办法请建明世新闻官网 或文字说明 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受到超强寒流的影响 从今天开始越晚越冷 低温下探6度 大家要穿暖一点 那这次因为是湿冷 体感的温度可能是零下2度 全台急冻6天 高山有机会降雪 甚至台北阳明山也会下雪 那这波的寒流一波接一波 后面还有两波在排队 会更冷吗 稍后我们的气象专家 林家凯会详细说明 同时中国也是冰天雪地 北京零下17 18度 民众住家停水停电停暖 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山东是零下20度 师范大学昨晚全校停电 学生在黑暗中上课 面对这种惨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外国不必担忧 所以是我们多管闲事 但是中国的疫情爆发问题 是不能不管 河北感染病例暴增 官方录音档流出 说河北跟北京 庞大的人流物流 正严峻威胁首都的安全 现在河北封省封城 车辆不能进北京 连路过都不行 民众抢买食物日用品 情况有多严重呢 中国病毒感染力 跟英国的变种病毒 有没有关联 会不会中国的病毒 也早已变种呢 特别要注意的是 即使封锁 确诊的案例 还是增加 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而英国变种病毒攻入台湾 尤其是一名台商 在防疫旅馆染疫 陈时中说台商跟德国男子 是同一个病毒株 但是其他人都没有染疫 案子已急案了 所以是哪里出问题呢 我们的防疫旅馆 成为破口吗 那现在农历春节 海外反台大军将至 指挥中心开放2000间的集中检疫场所因应 没想到中国台商炮红台湾 说订不到防疫旅馆 不准上飞机 怒斥政府没人性 还放话要丢鸡蛋哦 台商返乡过节 理所当然 但是有必要这样张牙舞爪吗 还骂台湾防疫不如中国 后知后觉 这些台商是被洗脑了吗 怎么会跟我们的认知完全相反呢 同样台大一名教授 批美国军售台湾是挑衅大陆 这些人怎么回事 台湾必须保护好自己 中科院首都进行今年的 无限高飞弹试射测试成功 震撼画面曝光 这是什么样的飞弹呢 中科院还研制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 几封中城地对地飞弹 威力有多强 同时还要关注美国认证选举人团 大选投票的结果 川普支持者却是恭敬国会大下 跟警方爆发严重冲突 最新的时事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要来宾 在我右手边立委是 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中将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 邱敏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将大家好 还有在兴邦医院副院长 洪子仁 各位晚安 再来是资认媒体员 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 许清皇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来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中将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心 2021年首播寒流报道 直逼霸王级 那北台湾 九线市的气温 可能下探6度 陶竹苗地区的体感温度 更可能到零下2度 摇起一大勺热汤 浇到新鲜愉快上 冒出温暖白烟 民众一口鱼汤 一口鱼肉 天冷吃 格外过瘾 2021年 第一波寒流来袭 直逼霸王级 最强时间点 落在周五凌晨 到周六清晨 北台湾 东北部地区 低温下探6度 加上这次 风速强 水期又偏多 陶竹苗部分地区 体感温度 甚至会到-2度 北部地区 接下来可能也会有 连续36小时 都在10度以下 目前北部的温度 大概是在12度上下 那今天晚上来讲的话 持续的一个下降 到晚上的话 可能北台湾就降到 7-8度左右的情形 又有这个超强寒流要来袭了 因为相对于上个礼拜 元旦也是有寒流 所以这当中 两边的两波的寒流 到底差异在哪里 那很多观众朋友很担心 就是说到底会冷到几度 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我们的气象专家 林家凯 家凯哥 是不是跟我们说 这波到底会最冷到几度 还会冷多久呢 这一波 我们先跟讲 这一波跟上一波 差别在哪里 上一波大家应该感觉上 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 因为比较干 对 这一波比较湿 前半段比较湿 后面段才比较干 那以这一波 中间刚刚问多说要冷多久 我们把两波同包起来的话 大概是六天差不多 六天 那中间当然会有一点起起伏伏 比如说这一波最强的 应该是今天晚上 然后到礼拜五一整天 然后礼拜六的白天稍微回升 但是呢 不会太明显 所以今天晚上会最冷 今天晚上开始就半夜 大概半夜会打到最强 会低到几度 大部分的地区 都会区里面应该有很多地方 像北台湾这边 北部东北部 很多地方应该差不多六度七度 六七度 对 但是大家最近很喜欢讲 这种体感温度 体感温度的话 跟风的大小差很多 可能会比正常的这一种 温度计量起来的温度 还要再低个 因为比如说空旷区 或是靠海的 风大的 比如说新竹风大 那感觉可能又更冷了 对 重生讲的风大 差很多 体感温度最主要两个因素 一个是湿度 一个是风 那你风大的时候 你看这种六度的温度 我们非常感受到 温度计量起来六度 当你走路的时候 六度的空气分子 慢慢达到你的身体 你就觉得很冷了 当你骑脚踏车的时候 六度的温度 达到你的身体的频率 又更高了 所以风越大 你觉得越能 这个是因为六度的空气分子 那就叫寒风刺骨 对 那尤其比如说像领口 又比较高一点 是不是感受又更冷了 对 我们这边领口比较高 比较开车开一开 在市区里面开一开八度 跑到领口来变成六度 那体感温度 可能就降到零度左右 哇零度 这个体感很可怕 这个是体感温度 那这一波最强 刚刚提到了 就今天的半夜开始 到礼拜五一整天 到礼拜六的清晨 礼拜六的白天 减弱的幅度不大 真正减弱幅度 比较大是礼拜天 但是紧接着下个礼拜一 又有另外一波 这一波是很接近到寒流 可能比这一波 还要稍微弱一点而已 很接近到寒流了 然后大概持续到 礼拜二的清晨 下一波时间就比较短了 大概礼拜二的白天 礼拜三温度就回升上去了 那这当中刚刚提到说 跟上一波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水气嘛 这一波水气比较多的 大概就是今天 一直到明天的 大概是中午之前 顶多到明天的白天 所以高山要下雪 机会最高的 大概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中午之前 明天的中午过后 慢慢的水气就减少了 就逐渐转为干冷了 这样子 那海拔大概差不多 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机会 所以说什么 太平山大屯山 有机会下雪 对 大屯山海拔 大概差不多一千左右 所以大屯山也有机会 那今天的半夜 到明天的清晨 如果没有下的话 最佳最佳的时间点 应该就已经过去了 那有人说阳明山 会积雪十公分 真的假的 这个太难预报了 积雪几公分太难预报了 我们国家下雪的天数很少 不要讲说 这个下雪的预报的能力 连这个日本的下雪预报能力 积雪几公分的话 都不见得完全准确 当然他们日本的预报技术是比较高 积雪几公分的可信度 基本上是蛮大的 那台湾你说要积雪几公分的话 这一个预报的困难度 真的是太高了 那积雪十公分 这十公分蛮多的 水汽要够足 才会下那么多雪 那这波原因是什么 之前都是北极涡旋 那这波这么强原因又是什么 当然都是从北极那边的冷空气 它那边储存了以后 然后一下子冲下来 大概差不多寒流来的状况 都差不多 并没有说很特别的状况 只不过有时候冷空气冲下来比较多 有时候冷空气冲下来比较少 大概大致上大自然的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 那北边的冷空气没有下来 南边的暖空气没有上去的话 这个地球的温度就没有办法调整了 那因为前两年都是暖冬 我们大概感受到的寒流下来的次数 大概手指头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五根手指头 大概前两年总加起来的寒流 五根手指头就可以算出来了 因为属于暖冬 那今年一下子来的这两波 大家觉得说 哇好冷喔 好像很奇怪 那事实上呢 台湾的12月1月2月 这三个月份 原本温度是最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寒流来的密集度比较高 是回归到正常的气候值 像前两年的话 没有那么暖冬的时候 大家都讲说 这个是全球气候暖化的状况 那我常常就讲说 全球气候暖化 这个是整个大自然的气候变迁 那你气候变迁就像人的慢性病一样 当你会感受到有慢性病的影响 一定是拖了一段时间 那全球气候变迁也是一样 你拖了一段时间 你回顾整个气候值算出来 你回顾才会说 怎么温度会增加那么多 这个是整个气候这样慢慢的 不会让你突然间感受到说 全球暖化 我今天变热了 不会这个样子的 是慢慢属于建计式的 那像这种超强寒流 未来也是会变成一个常态吗 毕竟我们说以前 老实说降到12 13 11度 就觉得很冷 现在好像随便都是5 6度 就是10度以下 有可能成为常态吗 以前的寒流 就我的印象里面 以前的寒流来 大概至少都这种 8度 9度跑不掉 那连续两波 这种5 6度的低温 事实上在过去的状况 也频率这么高 连续两次是比较少见 但是不能以我们有限的观测资料 就来讲说 这个是异常 这不见得 那会不会成为以后的常态 我想连续那种 5 6度这么频繁的冷空气下来 以后要频率要这么高的机会 可能不是那么的多 这样子 ok 那我们说北部或是中部南部 这次的气温变化当中 会不会中南部会稍微 没有那么的冷呢 中南部其实要注意的 就是它的辐射冷却 云量少的时候 辐射冷却 清晨的温度就低 那中南部其实上要注意的 就是这种日夜温差比较大 如果在中南部 或者是南来北往 比较常跑的人 大概都知道 北部的冷 跟中南部的冷不太一样 北部的冷是一整天都冷 那中南部的话 就日夜的温差很大 太阳没有照到的地方 你就感觉这样会冷 或者是说 到了傍晚 太阳下山以后 你就觉得会冷了 所以中南部这边 去到中南部 大部分我都建议说 穿着那种洋葱式的 外道厚一点的 热的话 你就把外道脱掉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避免说温差大 人体就比较没有办法 来做适应了 那现在说下礼拜 还有两波在等是不是 所以才会延续到 六天这么长 应该是说 包含这一波是两波 那这一波的话 就是到礼拜六 下一波的话就礼拜一 中间有一点空档的 就只有礼拜天 所以能已经一月了 我说过了12月 1月 2月 这三天是最冷的 那冷的话 就一月夹在中间 所以这个时候 含流来的频率最高 算是很正常 那你说这个气温 有点稍微变化 老实说你说 5度6度 我们一般人体的感觉 应该是没差吧 都一样冷 对 所以说这个差异 会到多大呢 差异大 因为礼拜天 温度就回升上去了 这个回升上去了 像白天的温度 它可能就回升到 大概14-15度 以北部来讲的话 那中部白天的高温 就可能回到17-20度了 所以这个回升的幅度 礼拜天回升的幅度 还蛮大的 那下个礼拜 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礼拜二开始回升以后 礼拜三 礼拜四回升的幅度 还会再更大 所以一整个礼拜下来的话 这中间的落差还蛮大的 OK 好 台湾天气越来越冷 那中国更是面临 入冬以来的最新低温 寒流连续影响10天 北京降到零下17度 会创下近20年来最低温 强烈冷空气从北向南 袭击中国 各地刷新 今年入冬以来最新低温 北京气温零下10度 拼装水放在室外 一个小时已经完全结冰 可以看到 它上渡的程度 还是非常高的 不知北京可能迎来20年来 冬季气温新低 另一边的乌鲁木齐居民 才刚踏出门 瞬间白发长仓 今天太冷了 你看我刚出门 不到几分钟耳朵冻的 冻到连头发上都出现白霜 滴水成冰 吹泡泡还降下细小的雪花 5号是24节气中的小韩 中国中央气象台 上午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平均降温6到8度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最低气温甚至急冻降到 负44.7度 成为陆冬以来最冷 极端冰雾能见度不足百米 而断崖式降温 黄河更出现冰封奇景 这次寒潮预警 多地气温将创下京东新低 三股冷空气接力南下 影响中国 恐怕各地将会联动十天 好我们看到 这台湾受到寒流的侵袭 其实对比中国真的不算什么 因为中国更冷 那现在气象预报呢 北京是会到零下17 18度 我们看到这民众呢 把水泼出去就变成冰了 但对于北京民众来说 最惨的恐怕就是停水 停电停暖 明宽兄 为什么首都北京 会是停电停水呢 现在中国问题重重 为什么呢 前几天当四川的整个影片 出来的时候 搞什么鬼啊 小朋友在读书 四川现在是又冷又冻 那四川他们那个地方很奇怪 湿气很重 所以呢 小朋友点蜡烛 他们大陆的网友说 你们这些台湾的 这些所谓的名嘴们都说谎 我们中国哪有停电 结果那天真的糗了 英雄联盟 LOL 世界联盟 锦标赛正在实况转播 真的停了 但现在停电这个消息 越来越麻烦 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说 冷到什么地步 冷到现在第一个 瀑布结冰 黄河结冰 现在大陆人 他们都在玩这个游戏哦 我们请摄影大哥 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废水 废水他突然间往上一喷 中将 瞬间全部结冰 那结冰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来看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 他的眼睫毛 各位结冰哦 他这个眉毛 全部都结冰 结冰到多夸张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吓一跳 我们这个镜头 可以稍微拉近一点哦 现在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在做整个 所谓的一个防疫哦 所以大家都要戴口罩 各位你注意看 我特别用框框画起来 我们不是在里面呼吸吗 那个水气流下来 各位 你口罩戴一戴 口罩里面结冰 这个夸张到不行 这个是也门框也都结冰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是昨天晚上 中国北京的天气预报 各位 你没有看错 零下18.3度 非常非常寒冷 但现在寒冷当中 寒冷没关系 有的吃 有个火锅 有个电 问题还不大 但现在寒冷当中 大家一边发抖 一边对抗寒冷 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新闻 看了心都碎了 这个是山东的师范大学 各位 他们不是在唱生日快乐歌 他们在点蜡烛 他们用手机自己在照亮 为什么呢 山东现在是零下20度 各位没电 所以小朋友读书 在图书馆里面 他怎么样 点蜡烛 广东东莞 最近大家在讲了 东莞是所谓的首善之区 多少的工业工厂都在那边 没电一定没水 因为你没有电 水在地下室 根本抽不上去 所以没水没电 北京零下17度 现在没水没电 还停暖 这告诉我们什么状况 如果连天子脚下 那个地方都停电 都停暖 那我问各位 那些辛苦的地方 该要怎么办 而现在问题 还在扩大当中 但对中国人来说的话 现在最糟糕的一点是 没水没电 这么寒冷的天气 日子要怎么过 最可恶的是华春莹 华春莹他居然说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问题 国外媒体 不需要为中国的一个电力来担忧 我们才不替你担忧呢 我们担忧的是 路有洞死骨 猪门酒肉臭 昨天中国大陆处理的 所谓的赖小民赖300 他一个人有100套房 100个情妇 总共贪污了台币75亿元 当你上面的官员这么做 下面的电力 最简单的 3C现在发生什么事 3C零下15度 没有电啊 我自己弄一个小炉子 帮自己烧一点煤炭可以吧 结果呢 他说不行 为了节能减碳 接防尾 把你的煤炭拿走 把你的火炉拿走 连剩下的一些稻谷 人线下的一些稻草 要烧的 通通利用扫帚把你扫光光 中国的人命 不及中国官方的KPI 绩效考核 我们说这是什么国家 来到这个地方又冷又饿 然后政府跟你说 不关你们外国人的事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 我们担心的是 我们有亲朋好友在那个地方 我们那个地方老人家怎么办 小孩子要怎么办 现在这些事情全部说不清楚 是 现在看起来中国从南到北 包括南边的广东 北边的首都北京 都出状况 都出问题 停电 停水 停暖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看到山东的这个部分 是刚刚这个明欢兄所讲的 师范大学是就停电了 所以必须屏竹夜读 那学生很惨 学生通常就是比较没有钱 你学校没有电 又没办法取暖 那连吃饭都成问题 因为暖气不热 饭都凉的 晚上还停电 我是山顶洞人吧 他们还说 我是触犯了什么天条 冷死了 饿死了 同时广东部分也出现 这个限水 洗澡上厕所都成问题 这个青黄 这一般的生活 我们说至少关心一下 一般的民众吧 如果说你连上厕所 连冲个水都成问题 那日子的确是 难道要重回北大方时期吗 其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华春莹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在回答国外媒体的询问的时候 他讲说 中国的总体电力是有保障的 但坦白说 如果中国跟我们呢 是两个 就是不相干的个体的话 其实我们也没有 这么关心这件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整天 意图要染指台湾 这样的一个政权的话 你就会觉得 你整天在强调说 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治理上面有优越性 那你就证明优越性 给大家看一下嘛 但是至少现在看起来 从电力供应 一直到所谓的 让人民能够取暖这件事情 显然在中国 在很多地方 他是没有做到的嘛 为什么这样讲呢 当今天听到华春莹讲说 中国总体电力 有保障的时候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在中国很多的社群媒体上面呢 你都可以看到 很多小老百姓的哀嚎嘛 哀嚎什么呢 哀嚎在天气这么冷 零下17度 零下20度 这么多地方的时候 很多地方还下雪的时候 哎 竟然在人民最需要 电最需要暖的时候 停电 而且这个还不是 我们说乱黑他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手上这几张板子 这个就是我们找给各位看的 你看 这个是在哪里呢 这个是在长沙哦 结果长沙的这个民众 他怎么说 他说一次寒流 全市限电啊 停电了 最无语的 怕是那些住在高层的吧 想想自己住在31楼 其实31楼也是蛮高的 就停电的话 你要上上下下 这样也很累 然后他还讲说 除了停电之外 没有水用 这么冷的天 怎么熬啊 然后下面就是一部 一个公文怎么样 告诉他说 限电温馨提示 限电你要注意什么 那这个是在长沙 在湖南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这个是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长春的高新区 长春的高新区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民众在哀嚎什么 他在哀嚎说 2021年1月6号严寒的季节 高新区 橙胜豪停 一二期突然停电 这下水电供暖全停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你看 他还发照片给你看 整个社区大楼 就是一片黑漆漆的 那我请问你 这个是我们要黑你 还是这个就是 中国民众真实的心声 那看完这个是在长春的之后 在各位再看另外一个 这个在河南的濮阳 你看这个河南濮阳 这个网友怎么讲 今年濮阳最冷的一天 停电停暖 高层住户没水压 电打火燃气躁 没电没法用 水电器暖齐活了 然后你看 这个是在濮阳市 他还发给你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们刚刚讲到几个地方了 长春啊 濮阳啊 对不对 然后这还有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 这都是公开的讯息 很多民众的心声 但是华春莹只用一句 中国总体电力有保障就带过去了 可是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在哪里 这在无锡哦 这还不是说在什么偏远乡下的地方 他告诉你说 寒潮来袭 这里何时接连被选择性的停电 这个是中国的记者自己去走访 无锡有好几个社区大楼 就是停电 这个冬天在中国连南方都会冷 那你停电的时候 我请问你 南方又没有供暖系统 那他自己要用电暖器 他怎么用电 所以你没有电 他就无法取暖嘛 那无锡是这样子 你看这是哪边 这是陕西西安这个地方 他还告诉你 在寒流来的时候 你看这18小时前他发的 这些地区明天停电 寒潮再度来袭 注意天衣保暖防风 你看这个小编还很幽默 就放一个人在吹这个电风扇的样子 会冷啊 所以在西安这边 他就告诉你 好几个区域也是怎样呢 处于停电的情况 那你叫西安这边的民众 他取暖用电怎么办 那下面这个是哪里呢 山东的济南 这个网友说 济南最冷的天啊 电力局真会雪上加霜啊 零下10度的时候 竟然提电了 这是要把人都赶出家门 体验这百年一遇的寒流吗 这就是中国民众自己的心声嘛 他们也知道 这在中国来讲 这是酣称史上百年一遇的寒流 但是呢 在这么关键的时间点 政府是要最照顾民众的 再怎么样都要想办法 帮民众取暖 让民众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 当华春莹呢 代表中国官方讲完 中国电力总体有保障 然后说你们这些外国媒体 不要戴着有色眼镜 看中国的时候 你刚刚看到什么 一张又一张的 中国的民众留言 在反映自己的心声 他们就像这样在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呢 我们会冷啊 寒流来的时候 没电没水 很难取暖 这些一张又一张 这都不是我们编出来的 各位其实上网去看 也找得到这一些民众的心声 但是这么明显的民众心声在这边 华春莹还是可以告诉大家 没这回事 这些都不存在 我们的政府会把大家都保障得很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认为中国的民众 他是要怎么对他的政府有信心 而且在我们从台湾的角度看起来 那个制度跟我们比起来 相差很多 你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你有优越性 不但不能证明 而且你还告诉台湾人说 在你们的治理方式之下 很多地方跟很多的百姓 你们根本照顾不到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民众在天寒地冬之下 停电停水停暖的情形 所以我们会去报道 会去讨论 也是基于人性的关系 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怎么会说这不关外国的事呢 外国不必担忧 我们来看他到底怎么说 初冬以来中国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大风降温和雨雪的天气 气温低于同期 电残暖的需求也大幅上升 这也造成了南方部分地区用电的复合快速的攀升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 中方的有关部门已经加强了电力供需形式的监测预警 国外一些特别的人和媒体可能不了解情况 那么他们清楚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想他们不必为中国的电力供需感到担忧 真的如华春莹所说的吗 是外国不了解吗 来 未完 这个怎么样看华春莹所讲的 我们的关心基于人性嘛 可是他确实嘛 不需要我们关心就对 是这样子吗 他可以不要我们关心 那确实是他家的事 可是他家是不要引起到我家 因为中国如果不稳定 对周边国家确实有影响 比方我们讲防疫的时候会说 我真的是希望中国防疫做好 我们真的希望他疫苗研发出来 但他都用骗的或者都不实的 并一个黑洞在那里的时候 中国会让其他国家跟着倒霉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中国完蛋不好 我们跟着在那边幸灾乐祸是不会的 华春莹的那个话 其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 我们现在大家都用天很冷 没有电百姓在受苦 英国是这样看的 我们要把英国关系反过来看 因为寒流来才点破了中国的能源问题 它本来就有能源问题 只是这个寒流来的时候 让大家都感受到说 零下17度 零下20度 零下44度 那个没收煤炭火炉 只是一个借口 说我们在节能减碳 真正的原因是 在这个状态下 中国的人民不能得到充足的能源供应 那平常的工业供应有没有问题 我该整理一个时间序列 大概从2020年就是上个月 去年12月18号左右 中国就陆需传出限电 那时候是天凉了 还不敢讲寒流 那时候限电 我现在大家回顾一下那时候 刚好中国在讲澳洲 我不进口你东西 那时候还扯到说 是不是澳洲的煤没有供应 导致它限电 我后来看了数据发现 那个是小原因之一 虽然中国的煤跟加拿大跟澳洲是最大的两个进口国 那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之一 你要惩罚澳洲五眼联盟会一致行动 确实对中国海外进口煤会产生质量的问题 那在海上漂流的一千多吨 一千多万吨的那个燃煤船也是事实 可是中国自己的能源供应 它有其他的来源 怎么会在12月份开始 你看好几个省 先传出浙江广东那些说 你们不能除了电脑以外 其他电不能用 哪个国家说你们家 除了电脑可以用电以外 其他不能 也就是我留下最需要的 生产需要的东西 其他都不能用 然后大家记得一个数据 三度以下才能看软炉 三度以上不行 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去年12月的事 不是现在 然后后来又传出说 这个他们的发改委 好几个省湖南省为主 他们的发改委有点像我们各 我们台湾的比方说金发局局长 他的发改委说 这一个因为天气 再加上因为工业需要电不够 那个部分才讲出实话 然后最近才扯出说 我们这叫做有秩序用电不是缺电 看着整个用电用摆堆的 我们很有秩序 来清王你用两个小时 再来轮我学姐配分解 那就是不够电 有序列用电非圈电 我们台湾经历过了 我们那个叫做轮流停电 电不够的时候才会分区限电 叫做分区限电 中国是分省分段的限电 那到这一波霸王级 他们叫做王级的寒流来 零下十几度 你真的不让他用软炉 那会出人命的 长辈身体差的 对 不要说身体差的 身体好的我看也受不了 那已经变成人命关天的当下 还是电供不上来 所以华春莹回答是 我家的事你不用关心 我们的整体用电是够的 他没有讲百姓用电够 你整体用电够 你先供应哪里 那剩下的人慢慢轮流 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中国这几年 他们一直在全世界容忍下 他的产业大量发展 那发展经过肺炎疫情之后 美中贸易战之后 停了下来之后 再回头好像一大 好像龙井要重新开始了 拼命的复电 电跟不上来 这电跟不上来 我们把它叫做系统性危机 我看过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 他举了一个网路游戏做例子 他说网路有种游戏在造城市 我要先造机场造什么 要算能源够不够 突然间我把造这个港口的工人 抽了一部分 去支援别地方 港口卸货慢 煤跟不上 那只是个小问题 就造成整个系统性全部停掉 中国在能源跟供应 以及产业政策上 产生了系统性的问题 可能才是这个被迫的真相 人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讲 从来就不是重点 他从来不在乎人命损失多少 不过人民死活 他不过人民死活 但这个电跟不上来 产业界就会算了 我在投资下去 电跟不上来 那我这个工厂在这边还能不能做下去 所以产业供电 才是习近平现在脑里面在想的事情 至于人民的死活 你们不用管 因为我都不管了 你还管我家的事情 所以中国人民面对这样的政权 我们常讲 中共政权跟中国人民要分开看 中国人民这一波我看有的苦了 对的确 因为我们说关心中国人民 也许中国他们只在乎 他们的经济生产 但问题是现在中国人民面临 最迫切的就是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都是待在那个极度严寒的天气当中 佩芬姐怎么看 当华春莹说外国不必担忧 那她还说电力有保障 结果保障了谁呢 现在是所有的全中国人民在受苦了 她讲电力有保障是真的 如果你真的去的话 高干门绝对没有这种问题 终终被保障 他们住的区 跟一般老百姓又不太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 大陆有14亿人口 不管他现在听说少了很多 但是14亿人口 你盖了很多很多的大楼高楼 那我上次讲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 你去看 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缺电 在北京的话 你到了邦马根本没有电 那你现在如果天寒地冻 人这样的话 再加上你还有一些工业生产要用的话 根本就没有电 就根本不够 那为什么前几年没有传出说 这种大规模的限电停电情况 其实前几年 今年特别严重 第一个今年特别冷 第二个又有病又有疫情 第三个前几年的手机那些没那么发达 你就算真的冻到了 你也不知道 他可以封锁消息 你根本没办法去 但是问题是他那个高盖门 真的没有这种苦 然后他们吃的用的喝的水 都是另外的 我上次有讲过 在中南海那个玉泉山的水 所以他根本跟外界是不太一样 所以那高盖门 大家说他不用打那个疫苗 他当然不用打 因为他六十几岁以上 他根本不用打 他被保护得很好 然后这些你像华春莹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威胁 完全没有 他们的区域都一定会有电油水 可以取暖的 你到北京的话 包括退休的高盖门 他那个区就像个社区封闭的 一栋一栋大房子 一个大概部长 副部长级的话 六七十坪的房子 他根本在不同的区域 然后他不同的供应系统 所以他被照顾得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说共产党们 他们的日子跟一般老百姓是不一样 所以秘密在这里 对 他的秘密在这里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的老百姓 是不是真的比较顺民 那以前的话 碰到这种饥寒交迫 又没吃又没电的话 早就已经 早出来造反了 对 早就劫竿而起 历朝历代造反 就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今天老百姓没有 那刚刚大家在聊天 就是说因为村里 然后还有那种守望相助 在那边hold着你的人 对 街坊员 都监视着 对 监视 但是不管怎样 但是你监视 毕竟还是很有限 你在想你不管保护得多好 人多的时候 其实那个暴动还是会有 可是今天老百姓 为什么没有意义 为什么不会去抗议 所以我觉得 我上次讲 在中国老百姓是很可怜 因为你的生命财产是不值钱 也没有人保护你 这个才叫做悲哀 所以我觉得 它那个是两个世界 所以的确 现在的中国真的是 上下两个世界吗 来 范老师 所以上面共产党员 9000多万将近 一页的共产党员 就是吃香喝辣 可以吃饱穿暖 那问题是 还有十几亿的中国人民 现在就是在挨而受冻了 9000万这些党员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铁杆 他们知道 如果共产党垮了 我们9000万人我们也不用混了 所以他们会成为最有力的 这个保护共产党政权的支持者 就跟北韩的金正恩也是一样 你要能够住在平壤市区 你一定要是党员 不然是军人 他叫先军主义 所以军人跟党员 才有享受 跟这个一般民众 是天壤之别的生活 所以用这个方式 这些劳动党的党员 才会支持金正恩 才不会有政变 那这次天含地动 是不是也显示出 他们整个的电力系统 整个是非常的脆弱 只是一场寒流来 就让他们停电停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这个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天灾的意思是整个气候 极度的寒冷 我们像现在全球的这个 温室效应 所造成极端气候 人祸是什么 你跟这个 这个所谓的澳洲打这个 所谓的煤炭战 你拒绝买澳洲的煤炭 造成你的煤炭的价格 国内的煤炭价格 供不应求 价格飙涨 飙涨之后你的电厂 就买不到煤炭 大家都在抢煤炭 电厂没有煤炭怎么发电 那当然就没电嘛 那谁告成的 是你习近平的战狼外交造成的吗 你为什么要跟澳洲打这个煤炭战 结果是人民在受苦嘛 所以我看到华春莹讲这个话 哎呀 这个国外媒体不了解情况 不必为中国电力担忧 这句话谁也讲过类似的话 习近平啊 我们说上有好者下壁伸焉 2009年2月11号 那时候习近平是国家副主席 他到墨西哥去访问 他当着当地的华人说 那些啊没事干的外国人 对我们的是指手画脚 他说我们中国啊 第一个不输出革命 第二个不输出饥饿跟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意思说你外国人 你不要管我中国的事情 你们管你自己的事就好 所以华春莹讲的话 就是习近平2009年 那个时候讲的话 那时候他只是国家副主席 上面还有胡锦涛 他就敢这样子指着外国人的鼻子讲话 现在这个战狼外交是从习近平开始 但是对台湾来说不得不关心 天天要打台湾 要统一台湾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 当中国人民在挨饿 在受冷 习近平在忙什么 习近平1月4号 发布了 今年的2021年的第一项命令 叫做开训动员力 要全时待战 你搞什么 你打仗 然后我们看到他又 16年没有修改的 叫做中国共产党党员 保障权利的这个 权利保障条例 他在忙修这个法 这个法把他的习近平思想 纳入了这个条例里面 他在忙这个东西 所以民生疾苦完全不管 完全不管 他在忙他个人崇拜 他在忙着稳固军权 准备要跟你们打仗 连敌人都不知道是谁 但已经要准备打仗了 那当大家要准备打仗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巩固领导中心 一字对外 然后停电的问题 暂时不管 那不重要 要打仗了 还管什么停不停电 军人这个要最重要 要结合到 要全面来支持军队 所以他在用这个方式 来转移大家的焦点 转移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停电的问题的关注 但是问题是 老百姓我刚刚佩芬讲的 说他们为什么不敢上街头 怎么敢上街头 上街头我解放军 这个枪杆出政权 解放军准备好了 只要敢出来 就是就地镇压 连香港的这个民主派的 这些人士 只是说我们要做一个 之前的选举 只是我们要操盘 我们要配票 配票而已 就叫做颠覆国家政权 通通抓起来 五十几个抓起来 那这些人说实在 香港还算有法治的地方 他都敢堂而皇之 公然的把这些人 而且都是之前的 立法会议员 香港都是有头有脸的 身份地位 还是律师 说抓就抓 而且不晓得 关到什么地方 而且我们过去他用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三颠罪 大概是言论层次 现在是煽动 现在是颠覆政权罪 就着手了 那个罪行最多是 十年到无期徒刑 所以我们看到 连香港都敢这样搞 中国内部 还不用什么三颠罪 也不用什么颠覆政权罪 直接把你关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民 当然是敢怒不敢言 我只要掌握住解放军 我只要掌握住9000万党员 那一般的人民 你有什么样的不满的声音 根本习近平是听而不见 再来关心中国疫情升温告急 重灾区河北省会石家庄市 被列为最高风险区 那香港媒体就取得一份 北京防疫会议的录音指出 他说河北的疫情是从俄罗斯传入的 因为河北跟北京的人流物流 正威胁着首都安全 亲皇这个会议看起来是怎么样 有防疫也有什么 要推诿谢哲是不是 推给了俄罗斯 但问题是现在他们的防疫措施 到底能不能有效防毒疫情 现在当然河北跟北京 是陷入紧张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河北跟北京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你会发现石家庄的距离 跟北京就只有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然后在这一场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录音里面 他有谈到一件事情 他谈到说有三分之一 在北京的活动人口 是来自于河北其他的地方 然后有六分之一的货物 也是来自于河北这些地方 所以就变成说 河北这个地方的疫情控制怎么样 其实大大的影响了北京这个地方 天子脚下 也就是石家庄这个地方 处理不好的话 这就会有很多人 就是尤其确诊者的足迹 他可能就会晃到北京里面来 然后现在最糟糕的问题在哪里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这个河北 昨天新增确诊是52例的本土 但是我们要跟各位讲清楚的是 52例是确诊 而且是出现症状的 另外还有69例 他是没有症状 无症状感染者 但是无症状感染者 会不会转成有症状 这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这个图 你会发现在河北所新增的病例数 在5天的时间 从1月2号到现在 5天已经新增多少感染者了 增加234个感染者 然后你会发现 从1月2号第一天开始 一直到1月6号 他的人数是在快速增加当中 还没有看到他人数 减少跟收敛的迹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河北这个地方 石家庄的情况是在病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这一次非常快速的 中国直接发表说要处分 三个他们的党籍干部 在石家庄这个地方 原因只是因为说 因为有这个做PCR检测 确诊阳性的人 你没管好 你还让他跑出去 所以有三个这个共产党的干部 就被处分了 但是问题在于说 各位如果你去看 这个这一次河北石家庄的 传染路径的话 你就知道为什么北京会这么紧张 他们传染路径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 一场婚礼引起了好多的传播者 事实上是好多场婚礼 引起了许多传播者 为什么呢 刚刚所提到的52个有症状的这些 感染者里面 52个人有11个人 都去参加过 不管是满月酒的酒席 还是婚礼的场合 然后呢 根据他们所发布的资料 至少有8家饭店 像什么神龙庄园 机场北路饭店 386饭店 伯爵什么皇宫婚礼会馆 你光是这样听下来 哇 这8个场所都有可能是他传播的路径出去 对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女大学生 还是搭乘高铁去参加他朋友的婚宴 那仲将你去想想看 这些餐厅婚宴饭店 高铁以及女大学生的学校 对 通通都是传播潜在的可能性 他们说一场婚礼至少就三四十桌 对 所以一场婚礼至少三四百人 对 然后你看我们刚刚已经算了几场婚礼了 我们刚刚至少算给你听 有11场婚礼在里面 那里面还有人是去参加同一场婚礼 然后就被确诊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数字好像控制不下来 中国几乎是要用最高规格的方式去处理 河北这个疫情 很简单 因为他就逼近北京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最新的状况是 中国是怎么样呢 派出3000个医护要10元石家庄这个地方 然后整个石家庄赶快封路的封路 封区的封区 然后这个小果村就赶快能够把它集中隔离 集中隔离 然后派3000个医护去 原因是因为他们也发现说 这个实际感染的人数 应该不只是到今天所看到的数字 实际感染数可能更多 你看光是昨天而已 有症状加无症状加起来就是120个人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字 如果再扩大下去的话 你这个时间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你也发现中国现在 除了我们上次讲的 包括像浙江安徽之外 现在有更多的省份 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要求中国的这个 在自己所在的省份 你就在家过年吧 你就留在工作地过年吧 你就尽量不要去走返江的途径吧 因为他们担心说 这个路径怕再扩散下去呢 会把这个疫情再带的扩散下去 所以你有没有引然闻到一个味道 现在的石家庄被对待的规格 就很像当初去年的武汉 对的确现在中国的这个河北呢 已经是封省封城 然后特别是石家庄 我们看到一般的民众呢 要赶快去采买这个物品 这个超市当中已经都被这个抢光了 来明焕胸 还包括说什么车辆 这个不能连经过北京都不行 当然石家庄跟北京 要怎么形容呢 我用台北来形容各位就听得懂 台北市跟新北市 新北市350万人口 可是我们白天新北市有130万人 要到台北市去上班 那石家庄的人就是这样移动 所以这当中产生什么现象呢 石家庄三分之一的人口 白天进入北京 然后呢晚上他们就回来嘛 那物资同样的道理 台北市寸土寸金 有没有冷冻场 没有 所有的肉类冷冻场 海鲜冷冻场 通通都在新北市 那晚上呢就运到新北 到台北市来给大家来用 这次石家庄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石家庄最近形成了半封城的状况 石家庄只要半封城之后 连北京都没得吃啊 真的连北京都没得吃 因为包括了人力 包括物资 全部都要来河北来供应嘛 所以现在就不能动 北京现在的隔离 是全世界大概几乎是最严的 他们第一层的规格 叫做14加7 第二层的规格叫14加7加7 天啊 这一隔离隔离28天耶 好多台商还在说 回来要用什么绿色泡泡 绿色通道 各位去想想看北京现在怎么隔离的 现在连高铁 现在连火车 通通都直接封掉了 那最近有一些调诡的一个现象 什么叫调诡的现象呢 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说明 12月底的时候 北京市突然间发布了一则紧急的一个命令 这则紧急命令是什么呢 他就说 请各位北京市的居民 你要做一个所谓的紧急应急物资哦 那这个应急物资到底是为了防疫 还是为了1月4号 目前所说的习近平所说的解放军备战 这个没有人搞懂 我们来看看他里面要准备什么 他请多数的北京市市民说 拜托你一定要准备 要准备矿泉水 要准备食物 这应该嘛 对不对 准备个人清洁的 跟准备紧急的药物 这个也应该 第三个就怪了 怎么还要逃生神 逃生医 反光医 还要带手电筒 现在你在担心什么 可是最近 逃生神会不会是因为没有电 必须从楼上这样垂降下来 这也太恐怖了吧 那你住20楼 住30楼要怎么办啊 那现在再来谈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议题 最近中国一直在说 他们的疫苗其实做的也还不错 但是最近有一则讯息 想一想真漏了蟹 我们来看这则讯息 这个是中国大陆国药集团的一个疫苗 这个是由上海的疫苗专家 他叫陶黎娜 他所说的 但是这则后面被快速的做了三个文 他说什么呢 想一想真讨厌你知道吗 各位你晓得吗 目前全世界有几套疫苗 包括莫德纳疫苗 牛津疫苗 辉瑞疫苗等等 但各位你晓得疫苗谁的最贵吗 居然是中国国药疫苗最贵耶 他多贵呢 因为他打两剂 一剂要三百块人民币 两剂下来总和台币是两千五百二十块 这么贵的疫苗 理论上要最有效才对啊 结果目前看副作用 各位副作用有七十三种 那七十三种小副作用也就算了 结果这个副作用还蛮麻烦的 他说会产生高血压 会产生势力减退 会产生丧失味觉 还会尿失禁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疫苗啊 太诡异了 所以现在对中国北京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就进退不得 第一个要不要维持工业 要不要维持生活 没水没电 目前要不要维持 整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况 整个市场 整个所谓的超市 东西被抢光光 好吧 那我简单的来打个疫苗好了 各位你想想看 你打一个疫苗 有七十三种的一个副作用 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目前在整个石家庄 进退不得啊 好 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疫情呢 似乎是水上加霜 而且是进退两难 委员怎么样看 他们现在的这些 包括疫情的扩散 还有防疫的措施 如何看待他们这样 是不是能够有效遏止疫情呢 大家如果回想2019年12月31号 台湾可以在防疫 全世界踏出第一步的 就是前进武汉飞来台湾的班机 前进机上量体温 我们台湾那时候有两个判断基准点 一个是在中国12月份流传的 就是李文亮吹哨者公布的讯息 中国要打压不当一回事 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台湾还在选举 我像陈其迈 下午要去游街 早上开这个会说 这个讯息 我们当做SARS来处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国际媒体有分析 我们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 采取 你说怀疑的态度 或者更谨慎的态度可以 这个态度来看待中国的数字 等于是救了台湾 包含救了我们的经济 现在我们看中国的疫情 我们用这样的前提来看 你会发现有一些怪的地方 我大概整理出来 有三个都不容 第一个 总数 他的确诊总数量 跟个别公布的状况 都不容 比方说 那个沈阳 他们没有否认 沈阳有遗传27 对 他公布的确诊没有27 是个位数啊 对 然后大连有个毒王不是吗 这个大连的毒王呢 一传33 那天新闻还搭配有一个 我觉得是苦命额 被通了11次 差点11次 对 那你去查他们的 卫健委公布的 没有33啊 地方的卫健委 其实大家听卫健委 就当做卫生局啦 地方卫生局 跟省卫生局 跟中央卫福部 公布的数字都不容 那你不觉得 光一个城市耶 光一个大连一个沈阳 就差了好几十倍 那中国全中国 那差多少 我似乎从头到尾都不容 包括今天的河北也是啊 他说河北51例 他52 其中他51 另外一个1例呢 是在辽宁 那全国加起来52 你看个别小区 小区就是我们的社区 个别的城市 公布的数字 都不止啦 我们台湾比较勾矣 我们的村卫生所 然后报到市卫生局 卫生局报到我们卫福部 我们就那个表格 Excel加总就是总数了嘛 中国你把从地方加到中央 数字不会相等 那怎么回事 那到最后是谁听话 地方把声音盖住 这是第一个都不容 这个都不容很严重 因为这个都不容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你的 疫情在移动的地图 我该从哪里堵住 或者哪里是热区 我该怎么处理 一个不诚实不科学 面对疫情 这个国家的防疫 一定会让人家担心 我连邻国 我带台湾都担心 你到底 机场哪里飞来 我要加上管制 那时候是只有武汉嘛 所以我们堵住武汉 是2019年 我们的先知先觉 或者运气 堵住了 可是现在中国 发布紧急 暂时状态的 四川有没有 有发布过啊 辽宁也发布了 是 黑龙江 河北现在最新是河北全省暂时状态 那你宣布暂时状态 这些省份加起来数字加起来 两位数字二三二十几例而已 所以这个第一个都不容 让人家担忧 第二个担忧是什么 他防疫的作为 跟他呈现的数字 不符比例原则 对 沈阳解放军防御部队进驻 病例数各位数啊 然后呢 你记不记得在12月份浦东机场 半夜好像暴动一样 一万两千人 那是员工喔 还不是旅客 全部锁在浦东机场的 Ground 2 准备裁减 否则不准回家 谁都不准回去 那说是为了两个 轻货柜的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又比方说 他现在封的区 已经从木板封改成 铁皮封 改成 谁出来我打死你 然后呢 那个 带着东西 谁爬出来就打 对 如果他呈现数字是一个 两个 而且一个小区而已 你怎么会把那个村封起来 谁出来打死谁 就不可能用那种极端手段嘛 那个比例原则不对 然后呢 河北 辽宁 四川 对中国来讲 辽宁好啦 算偏远一点 可是那是东北的大省份 你河北是首善之区 四川天府之国 这些地方你宣布 战时 战斗的战 暂时管制 你没有告诉我 你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这些省份又不是 有长城围着 人跟人都会互动 普通机场 一年几千万人在流动 对 你这样子的宣布 暂时行动 跟数字都不容 第三个都不容 叫做 中国跟世卫组织都不容 谭德赛慢了一年才来调查 我已经 我觉得我们全世界都应该吐口水了 他现在要去中国武汉调查说 这个肺炎的起源地或者什么原因 慢了整整一年 你是在调查鬼 那么一年后还没有灭证的话 那是笨死的不是坏死的 你知道吗 那都都好了嘛 照理说世卫的谭德赛团队 跟习近平是有默契的 是友善的 我要来调查的结果 是可以沟通的 为什么临时要出发前 签证不给你 有两个飞到一半 停在第三国 有一个还回国去了 也就是原来讲好 可以进来调查 都讲好了嘛 没事了 来看看 就会做一个很漂亮的报告 交代给全世界 甚至于未来 欧美国家要求偿的时候 还可以隐为佐证 结果出发的时候 两个突然间 granted 第三地飞不进中国 签证不给 两个这么有默契 我们都叫谭书记了 对 在面临这个约好的行动 突然暂停 你中国内部出了什么事情 连你最麻吉的化妆师 都不可以让他看 对 这三个都不拢 我该不该担心 我觉得全世界都该担心 因为他人口多 周边的影响 他陆路上 俄罗斯下死 俄罗斯的边界一定 我们若判断没错 没多久 俄罗斯对中俄边境 一定会做管制 可是他们的会议说 是俄罗斯传进来的 中国可以从 由鲑鱼 怪到桌子 怪到冰室的零件 他什么不能怪 污染跟感染 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 中国要怎么甩锅是其次 牵涉到生命 各国都会锁起来 另外呢 中国这些都不拢 还呈现了一些情形 比如说他的 他的 检疫 这个顺疫区 是中国的 叫做首都机场所在地 80万人口 你怎么可能一个晚上PCR检测完 你告诉全世界说 我有问题 好我们先封起来 一个晚上PCR 核酸检测 80万人检测完毕 然后告诉你 只塞出两个病例 这 不可思议 稍微的内行的 你看就你骗人 那一旦你骗人 你后面所做的 宣告跟防疫的作为 是 我该信还是不该信 对 就像他的疫苗 你的第二 不要说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的数据 全世界没有人看到 然后呢 现在疫苗打出来的结果 也没有人知道 然后现在宣布 59岁以上不能打 是为了掩护高官 还是哪里没信心 是 所以这种种的作为 我觉得我们对中国 要提高警觉 我虽然期待 祝福他们防疫成功 可是他们的政府 这种处理事情的态度 哪个政府打开大门 相信他的数据 那个叫霍国殃 对 这未完这个分析 就是说 中共现在的防疫 是完全的隐匿跟造假 也如同我们说的 现在的石家装饰 是大家都要赶快去抢物资 因为这个封审封城 都不能动弹 所以货架上完全抢光 国殿哥 但他们的央视说 一切如常 中国隐瞒这第二波疫情的 严重性 我是希望我们的防疫中心 更要加强准备 因为春节到了 台商台胞都要回来了 如果说我们还相信 中国所公布的这些数字的话 那可能第二波 会在台湾 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提醒皇上注意 中国为什么要隐瞒疫情 那怎么隐瞒 你两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定于伟一已经分析了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加盖 这么多的荒舱医院的话 你目的在哪里 如果只是你公布的数字 才五十几例 那你才几例 你干嘛一直想要加盖荒舱医院 表示说已经会有很大型的 扩散大型的这种感染出来 第二个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 好不容易在全世界各国逼迫之下 要进入你中国去了解 如果世界卫生组一年来 替你隐藏替你隐自然 现在让他们来看不是很好吗 拒绝签证不给你们进来 那表示有问题了嘛 最挺你们的谭德赛都不能进入了 那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但是我要简单讲一下 石家庄是北京的门户 石家庄一旦沦陷的话 北京就危在旦夕了 他比武汉那个严重 武汉至少还在千里之外 对北京来讲 他只要你封城封掉了 我北京安全吧 石家庄不是啊 就在你的门口啊 而且你大量的粮食食材 全部都在石家庄 你怎么过 所以他为什么这次会这么谨慎 这么备战对石家庄 他的规格会这么高 那个是不得了 这开不了往下 全世界看 如果你连首都北京都完蛋的话 那你在怎么隐藏 隐藏不住的嘛 然后你要像世界各国讲 武汉会员不是我们中国发生的 人家不会再相信了嘛 所以这次他第二波的疫情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提醒说 防疫中心 防疫中心 虽然国内这个问题这么多 什么防疫旅馆 有什么这么多 但是一定要指挥落定 一定要像第一波的时候 我们一切SOP怎么样规定 还要加强严格 因为从现在春节以后 你现在不能不准他们回来啊 台商跟台湾你不准他回来啊 如果你不加强的话 那个POC不是只有在防疫旅馆 中国的疫情呢 这个是高度的不透明 而且是有隐匿的状况 数字跟实际的情形 跟实际的作为完全是都不笼 那特别是刚刚我们的专家也提到了 这些现在的变种病毒呢 似乎有这个传播力极强的一个情况 范老师怎么办看 虽然说这个变种病毒呢 中国也是说都是境外移入 包括这个南非的变种病毒 还有英国的变种病毒 显然的变种病毒已经进入了中国嘛 那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变种病毒 老实讲也是让人家高度怀疑啊 是不是本身他们的病毒 也可能已经变异了 我们看到12月30号 中国的叫做疾控中心 就疾病控制中心 他发布了一个叫做疫情研究报告 他在台什么 他在台说到底去年的武汉 多少人染病 染了武汉肺炎 武汉市委书记 武汉市委 武汉市政府是说是5万人 结果呢 去年12月30号的最新的报告是说什么 他说大概是武汉的总人口5% 武汉多少人 1000万人 5%是多少人 50万人 表示 疾控中心 北京疾控中心说武汉50万人得病 结果武汉市政府说只有武汉人 差了10倍啊 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那如果说经过了一年 这个数字都还多不拢的话 刚刚定义委员说很多都不拢 那请问 那我们现在到底要相信中国官方的说法吗 还是不要相信 所以我觉得现在 习近平进入了一个参考 就是说到底 接下来这个所谓的春运 我们说人类地表上最大移动 要不要战场举行 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去年 习近平被批评最厉害就是 1月23号武汉封城 但是之前 其实1月23号 其实也是中国的小年夜 我们农历小年夜 那一天习近平竟然在人民大会堂 召见了他的政治局常委 还有他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官员 在进行所谓的春节团拜 结果那天没有人戴口罩 而且习近平当时对武汉肺炎 支支不提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春运已经快结束了 等于说农历过年前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早在1月初的时候 武汉就已经开始在感染了 可是习近平轻忽了 他甚至故意的 让那个春运继续举行 为什么 因为春运对中国来讲太重要 第一个对经济很重要 因为春运我要回家过年 我一定要买很多的民产 我扩大我的内部消费 所以如果没有春运 对经济来讲影响巨大 第二个对社会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的人到外地去打工 他一年只能够回家一次 看他的小孩 如果连这一次都被剥夺的话 那他们会觉得 我这一年的工作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个对政治的影响 我们知道为什么中国 每年的春晚很重要 春晚不是娱乐节目 春晚是政治节目 宣传节目 宣传啊 每次专门什么短剧 什么小段子 全部都是围绕一个件事情 感谢共产党 感谢习近平 让我们脱贫 让我们可以回家过年 中国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 感谢党 那个才是重举重的重点 结果今天习近平 不是告诉大家 说我们防疫成功吗 不是我们取得重大胜利吗 那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不能够春运 为什么不能够回家过年 那大家就会怪谁 怪习近平怪党 所以我觉得 他是有一个政治 经济跟社会的一个问题 很复杂 所以习近平现在拿不定主意啊 现在只有像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她说 哎呀我们这个北京的公务员 大概留在北京过年 可是问题是 那外地 住在北京的外地人 要回北京 你能够阻止吗 所以变成各个地方政府 只能够某种程度的 在那边试水温 看民意反弹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他在 没办法在这个春运 做决定的情况之下 中国会不会接下来 2月份的时候 会有个更大的爆发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样的一个 否则为什么刚刚讲过 内蒙的护安浩特 要建43间的方舱医院 大家不要想起 武汉当时只不过建了16个方舱医院 你现在可见 未来内蒙会不会成为整个 中国华北地区的 武汉肺炎的收容中心 全部都集在在那地方 那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讲 内蒙没有多少人啊 他有必要盖这么多吗 表示有那个需求 那我们看到连山东 都在建这个方舱医院 然后中国最近这个年 那个什么建筑奖说 我们中国最建筑奖的首奖 就是方舱医院 他说这是什么 中国速度 中国精神 因为他很快就盖起来了 可是这个方舱医院 我们刚刚也提到 他其实只是把避免 让那个医院整个瘫痪掉 但是很多人进去里面 是相互感染 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现在中国所面临到 这样一个严峻的一个 疫情的挑战 加上天气的寒冷 加上过年春运即将到来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目前一个非常头大的事情 面对中国疫情严峻 那台湾要如何因应呢 那现在就传出说 浙江台商这个案719 在去年返台后12天确诊 指挥中心 那时候研判在浦东机场的感染 几率最高 不过昨天证实 他曾经住过同一间的防疫旅馆的 德国返台案693 病毒序列几乎一致 这让外界担心 防疫旅馆是否会成为破口 他两个的基因在定序里面 几乎是一样 他们两个的病毒是应该属于同一个系列的 陈始忠抛震撼弹 去年归国的浙江台商案719 近和德国旅客案693 病毒序列几乎一致 两人住同家防疫旅馆 难道有破口引发本土感染 两人从不同地方入境 住同个防疫旅馆 台商住三楼 德国旅客住六楼 是否因为工作人员作业流程不当 接触到相同物品 透过空调传染 或被带病毒的第三方传染 引发外界疑虑 但指挥中心人认为 相关人员PCR採检都阴性 没有往外传播的可能 宣布结案 我们已经结案了 他应该周遭我们都没有 因为是往外拖我们 那外围他也没有嘛 所以说应该是有两个染的 同一个病毒株的人 那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面 就这样子而已 好那接触一下洪副院长 现在就说大家关心 有关防疫旅馆部分 因为这次有这个案719 他住在防疫旅馆的三楼 结果是跟这个案693 德国男子呢 是同样一个病毒株 这是陈时中所说的 那就让外界怀疑 这个防疫旅馆 会成为是一个 我们的防疫破口吗 应该是这样讲 昨天公布的这个案719 跟693 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进驻到这个防疫的旅馆 在不同的楼层 但是呢很多人就说 那他们来自同一个病毒株 会不会是有两个人 互相感染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我就讲嘛 凡事我们就是要看证据 证据就是说 事实上呢 我们也针对整个 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 全部做了裁检 结果发现都是阴性 而且也没有抗体的 这个情况 这第一点 第二点他们也针对了 防疫旅馆整栋楼 从这个门把 地毯 床 全部去做了裁检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怀疑说 他有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 一定会在裁检点 裁检到这个病毒 但是裁检的结果 也都没有裁检到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这两个人 他住在这个同一旅馆 在不同的时间入住 那都感染了同一个病毒株 那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可能他就是 同一个病毒株 来自不同的国家 是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的存在 因为从目前的防疫 就是说我们的疫情 去追踪的结果 是发现说 并没有所谓的在里面 传播的一个情况 因为裁检 都是阴性的一个情形 OK 所以是同样的病毒株 但是不代表他们是在 防疫旅馆里面 去交叉感染的 是谁他传染的 这个我觉得是昨天 陈部长也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很难去证实 这样的事情 那显然我们在 防疫旅馆的部分 可能国人也会担心 就是会不会 前后这个部分 消毒的部分 是不是要非常的确实 当然我想在 整个防疫旅馆上面 就是说他们在整个 这个捷径的一个 SOP上面 一定要按照中央疫情 指挥中心的这个标准 去处理 因为事实上这个病毒 事实上 你如果没有按照这个 标准的这个作业程序 去做一个消毒 跟防控的一个功能 是很容易透过我们 所谓的环境的节点 去做一个传播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 也做过统计 大家应该印象深刻 他们去采集这个病床里面 整个病房里面 如果有确诊者的话 他的病毒 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他们就发现说 床的这个边缘 然后呢 这个洗手间的这个把手 水龙头的边缘 这个都是比较容易有发现病毒的一个点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要按照 疫情指挥中心 规范的这个消毒的程序 去做处理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那跟最近天气又特别冷 那个病毒 会不会更可以存活更久 当然了 这个上这个问题 我们上次也提过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温度越低 那病毒它呢 可以存活的时间是越长 它存活的时间越长 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被感染的几率就会升高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我就一直讲 秋冬以来秋冬以来 全世界不是只有在台湾 包含欧洲英国美国在内 这个它的温度一下子 降到这么低的一个情况 都是会造成 疫情可能会爆发的一个很 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 包含在中国 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这个问题 河北这个地方 现在温度也是都一直在往下探 所以如果温度继续往下探的情况之下 人们又喜欢群聚在一起 在室内做群聚的话 那当然它整个被感染的风险 跟几率是会提高的 所以我想这也是世界各国 目前在面对秋冬这样一个 炎酷的一个气温下降的一个过程中 他们要去做出比较严厉的 防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也在这里 是好我继续讲副院长 因为这个 现在包括英国 或者中国他们都有进行封审 封城 甚至限制民众出入 但问题是这个好像确诊的 这个情况还是依然在发生 那大家觉得好奇 这到底当中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就是任何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展开 它不会是说突然间就是一波的一个流行上来 它一定是会酝酿一段的一个时间 就像我们之前讲英国的一个状况 它是从每日的确诊人数从几千 然后慢慢升到几万 然后才会上升到一月初的 甚至一天到达五万 甚至六万多人的这个情况 这疫情就是一波一波的流行 这样一直传播上来的 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 面对这种疫情的快速的一个攀升 这个等于是要发生一个大流行 所以英国政府才会在前两天宣布整个封城 因为我刚才也我之前也提过说 封城是阻止让这个疫情传播最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可以快速的让所谓的这个R0值 基本传播率能够往下降下来 所以它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最有效的方式 当然也是会让民众生活最不便的方式 对不对 所以呢事实上我刚才也提到 我们在整个变种病毒里面 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情况 因为目前原来的这个COVID-19的这个病毒 它的R0值大概是在1.4到2.8 就说我们没有做 没有打疫苗 没有做任何作为 自然接触的情况下 一个人会传给1.4到2.8个人 但是这个变种病毒 他们观察它的R0值 在世卫组织的统计 观察到说它会上升0.4左右 换言之呢 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防范的情况下 它的传播率可能会来到 1.8到3.2之间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这个基本传播率的一个上升 就会让我们在防控的一个作为上 你一定要做一个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指挥中心 从15号开始规定说 国外回来台湾的人 一定要在居家里面一人一户 过去是我们可以回到居家去做检疫 然后可以跟家人同住 对不对 现在从15号以后开始 它就规定你回来以后 你一户就是只能一个人 或者你就要到检疫旅馆去住 或者你就要到集中检疫所去住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指挥中心已经宣布 集中检疫所要增加 1500到2000间出来 这就是为了要来准备迎接 我们接下来的农历的这个新年 可能海外的国人回到台湾以后 我们必须要确保 他们的这个隔离检疫 能够一人一户 让再确保我们的这病毒 不会进入到我们社区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的防疫旅馆 没有成为破口 那现在要担心的就是 这个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海外有很多的这些台商 就要回来台湾 那指挥中心 现在开放2000间的 集中检疫场所 因应 没想到有中国台商 竟然炮轰台湾 说订不到防疫旅馆 不准上飞机 怒斥政府 没有人性 他在这个群组当中 就说什么 有够烂的政府 说他9月20号到上海 中国安排得很好 只负责擦鼻孔 上下车都住饭店 吃饭睡觉 就可以出疫了 台湾还要什么防疫旅馆证明 不然不准上飞机 如果是真的 请帮我买两箱鸡蛋 去防疫中心丢 敏欢兄 我们的做法 或是我们的政府 真的有这么可恶吗 当然没有这么可恶 但是这位台商 他可能反应过了头 发生什么事呢 桃园市议员靖平 他最近就收到了 黄信台商的一个 请他说帮他安排一下 那为什么要安排呢 原来下个月 就要开始过年了 那很多台商他都要回来 可是这一次呢 因为英国的变种病途 来势汹汹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有三种途径 你家里面如果只有一个人 你可以在家检疫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必须要订防疫旅馆 一人一间 如果真的再不行 你就要到集中检疫所去 好 那有三个部分哦 但是呢 最近呢 包括了台北市 包括了新北市 包括了高雄市 他下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 想一想还蛮恐怖的 他就是说目前当地的防疫旅馆 仅让本县市的人来使用 其他的人就不能够使用了 但讲这个说实在话 有点不合人情 各位去想 我们台北市 新北市 有多少的人 他们是从高雄台南 嘉义彰化 来到台北奋斗的 他目前就生活在这边啊 但他的户籍在哪边 他的户籍可能是在台南 可能是在嘉义 可能是在高雄 那你现在说 我这一区的旅馆 只能够让我们这边 涉及的人来使用 他当然是希望 能够让当地的人来用 那现在桃园就有个麻烦了 为什么呢 桃园是台湾的工业城 桃园是全台湾 拥有最多上市公司的一个县市 他目前的人口有224万人 可是这样一看 防疫旅馆当然不够啊 他本来的防疫旅馆只有20间 现在又加了4间 所以总共有24间 但是总共的房间有多少呢 2260间 请各位注意哦 他几乎都是上市公司 那上市公司一大堆的高干 一大堆的老板们 他们都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 过年要回来 桃园够不够 他当然不够嘛 那现在如果没得跨县市 要怎么办 所以目前就整个 防疫中心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要增加集中检疫所 但是他说 他到中国大陆去 只要被怎么插鼻孔啊 上车下车就在那边吃啊 等到出疫就好 那个是钱给积出来的 我们台湾不是哦 大陆他们的隔离检疫 有分价格的差别 你付多少钱享受多少 还有些人去到那个地方 整个地方张乱不堪的也都有 我们台湾其实都有一定水准之上 但是来到这地方 我们还是要说 各县市的首长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不要说一定要本区 限本县市的人来用 因为这样子对很多人 真的会造成很大的不便 OK好 即使是防疫局管 有这个不够的情形 我们现在看到各县市的这个政府 都在尽量的这个 让防疫旅馆能够多一些 那也许有不够 但问题是台商回台 有必要这样张牙舞爪吗 范老师我们就说 你要回台过节理所当然 问题是即使不够的话 你也许也可以透过朋友帮忙 也许可以帮忙定到 但是需要这样炮后我们的政府吗 甚至说我们的防疫 比中国更差更后知后觉 我觉得这个台商他说 9月20号到上海 中国安排得很好 只负责TOPICON 那是因为我们的防疫很成功 所以中国对于台湾人到中国去 他当然就做一个核酸检验 当然可能还是要居家隔离等等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现在已经要求 不只是居家隔离14天 是14天加7再加7 所以等于是将近要21天 甚至要28天了 所以我表示怎么样 表示就是说 中国的防疫现在也提高了 境外进入的要求跟标准 那当然我们其实 并不是说歧视台商 不管你是在美国台商 中国台商 都是要居家隔离14天 而且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变种了嘛 所以我们要求你 防疫旅馆一定要一人一间 因为我们应该要因应 整个疫情更加的严峻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标准 那现在当然 我们国立你一定要先有 防疫旅馆才可以入境 反正我们怕你一窝蜂进来的话 堵在机场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防疫旅馆 你就先暂时不要回来 那我必须要讲 当然现在就是便要有一个 政府要跨部会来做一个 结合了这个卫福部 还有交通部 因为旅馆是归观光局主管 观光局是归交通部 所以应该由交通部跟 这个所谓的卫福部共同来 特别如果真的有必要 可能要征用一些饭店 根据我们的传染病的相关的法规 是可以有这个权利的 具类传扬异